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五节婚恋家庭的心理咨询 其实在第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个年龄阶段的心理咨询 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在青年阶段 在他们恋爱活动为主的这个阶段 没有太多和恋爱有关的话题呢 那是因为我们专门有一节是谈恋爱 谈婚姻谈家庭的 好在这一个章节里面呢 我们会学习到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会谈谈恋爱问题的心理咨询 那恋爱或者是爱它究竟是什么 我们会有一个分析 第二单元呢谈的是婚姻 第三单元呢谈的是家庭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单元 恋爱问题的心理咨询 什么叫爱情呢 什么叫爱情 爱的感觉呢 其实它分为好几个部分 首先呢我们对于一个一见钟情 我们就会有很多生理的这种激素啊 以及我们生理上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愉悦啊 那么我们的这种热恋当中的这些非常美好的感觉 在后面为什么不能持续 人人都说爱情有保鲜期 那为什么只有这么短的保鲜期 怎么可以让我们的爱变得更好更完整 我们来看一下在斯登伯格提出的爱情金三角理论当中 它是怎么谈的 他说呢完美的爱情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亲密 第一个部分是亲密 其实亲密呢应该是比较重要比较核心 但是它不是最早出现的 最早应该是激情 激情是什么呢 激情就是更多的和性有关 和外贸有关 和人的这个身体吸引力有关 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肌肤切处 和这些有关的激情部分 激情部分呢 是最早使得我们这个在爱当中 会感觉到非常迷恋 非常快乐 非常刺激 觉得非常美好的这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是亲密 这个亲密是我们内心里面产生的一种心理的关系 比如说我遇到了问题 会找你商量啊 我伤心难过的时候 我向你倾诉啊 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我能够支持你 我说相信你没问题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 是吧 我们给他这样的一个情感上的力量 等等等等 还有就是我很喜欢电影 我很喜欢什么样的电影 还有我很喜欢什么样的人生 我很喜欢什么样的这个人生的方式 或者我们一起去交流 在职业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就是我们会谈论世界 谈论自己 我们会在彼此的情绪 心灵 认识 价值观 人生观 在非常 还有我们早期的生命故事 会有很多的这种内心的亲密的互动 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就是亲密 那么第三个部分的是承诺 承诺是现实层面的 是吧 我们要有一个结婚证 我们要有不管是现实层面的这一张纸 还是我们之间的这个承诺 他是偏责任 义务 约定 就是我们要相两个人要携手一声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三个部分呢 他构成了好很多种的爱情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第一种单一激情的 这叫迷恋式的爱情 那迷恋式的爱情呢 他相对来讲后面就是比较脆弱的因为如果我们是靠着激情啊在一起那么激情人士有一种生理适应的激情过去了之后如果没有建立起亲密感的话那么两个人之间就很容易啊就这个关系是很松散的就很容易分开那第二种是喜欢式的单纯亲密的就是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跟你交流我很喜欢你陪伴我的感觉但是我对于你在身体上我没有那种性的冲动 那这个是有问题的现在有很多的夫妻就是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呢夫妻之间的那个激情的生理的性冲动的部分没有了这也是他们之间感觉到非常难过的一点 那这个激情的部分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激情它是属于什么层面呢 大家想想哈在超我自我本我里面激情就是那种原始冲动它是属于哪个部分呢是属于本我对不对 那我们人呢其实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两个人都渐渐压抑自己本我的特点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也不哈哈大笑了也不这个这个就是就是逗乐子了哈 然后呢也没有一些很痛快的这种游戏就是你们也不玩游戏也不哈哈大笑也没有幽默 然后呢也没有这种很本我的这种就是让自己愉悦享受的这种部分那两个人都压抑本我他们之间的这个激情的部分也会减少也会减少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释放我们的本我使得我们那个激情更加自然所以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会变好一点那这是亲密 第三个是承诺就是只有承诺嗯没有激情也没有亲密就我对你也没感觉了我心我对你心灵上也没有感觉了我对你身体上也没有感觉了我们彼此都没有感觉了最后我们就剩一纸婚约 这就是一个空洞的承诺那他也是非常脆弱的也是非常脆弱的这是这是三个只有一个啊就是其他两者都是缺乏的那我们来看看两两结合的喜欢和迷恋合在一起啊就是又有亲密又有激情的但是没有承诺的是吧就是我很喜欢你情感上我们心灵距离也很近同时身体上我也很有那种和你的这种欲望这是什么呢亲密加激情是一种浪漫的爱啊还是非常美好 也好的啊但是这个部分没有承诺就什么呀比如说我们是呃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夫妻之间关系不好那么夫妻之间有一方就和外面其他的人发展一段感情啊婚外情婚外情就是请呃身体上还有心灵的亲密度上比如说我能感觉到你对我的理解啊你对我的尊重同时两个人之间呢就是情呃身体的这个性生活也很好这是一种浪漫的爱还是没有承诺是吧我给不要你家庭 啊或者说我我也没有办法和我的丈夫离开那我们就这样生活那这是这是这个部分的是缺乏呃承诺的他们也是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安不确定的感觉的呃来看看亲来看看亲密和承诺在一起的就是有亲密有承诺但是没有了迷恋那这个就变成了同伴的爱同伴的爱就非常像一个最好的朋友啊然后我也决定我们要好好携手一声我也愿意和你好好携手一声 这是一种同伴的爱呃缺乏了激情缺乏了性生活还是非常单调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激情和承诺就是有激情有承诺但是没有亲密感就是我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我会和你过日子你也和要和我过一生啊我我和你也有身体上的非常好的这种这种这种密切但是心灵的距离很遥远就是我们没法聊 我没法跟你聊人生聊电影就是我我喜欢点什么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去但是性的部分可以有很好的配合啊然后呢这个两个人也也没有想过要不要离婚或者要干嘛那这个是什么呢呃这里面写的是一种愚蠢其实我不认为他是一种愚蠢啊我觉得他也是一种不圆满的啊是一种呃就是相对于来讲结构比较单一的爱啊不能叫愚蠢的爱那如果三者都有就是 就是完美的爱情哎呦感觉啊特别特别奢侈是吧又有激情又有亲密又有承诺哈首先要保有激情那么人啊在两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不能变成那种非常啊就是非常道德原则的啊就是尤其在发生性生活的时候不能有太多的负担就是我是一个啊优雅的女性或者我是一个丈夫我就不能怎么样在性生活之中其实两个人可以有很多的本我的释放可以提出自我的 你的需求可以有很多大胆的尝试啊可以释放你的声音你的肢体你你就会让你自己变得很自然啊所以你允许本我你们的基前关系就会变得更好一些那亲密怎么来获得呢亲密就要上心理课哈哈哈亲密呢就是有沟通是不是有你对自我的探索有你人到中年的很多的价值的危机就是当你愿和自己的心灵有很近距离的这种啊了解的时候那么你你和你的 另一半分享你心灵的成长你也参与他的成长那你们之间沟通啊情绪的支持啊就会变得还有了解啊理解都会变得很好这个时候亲密感就获得了啊亲密感是我们我们要好好去努力的那承诺呢那当然就看你自己了你们的双方的决定啊这个就这个就没法谈了好好这个是斯登波格谈的爱情三角形理论那其实这个理论呢他基本上 没有太谈人就作为一个个体他和他自己过去生命的关系谈的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爱情的一个元素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安安利当中啊就是如果真的是说来看看啊爱和迷恋的区别就是前面我们谈激情的那种一见钟情是坠落爱河的那个爱和真正的有亲密感的爱他们的区别啊这里面的真爱和迷恋这两个字分别的意思就是这个真爱就是说有亲密的有激情的有承诺的 这个迷恋就是只有激情的没有别的啊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分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啊比较官方的一个定义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在心理学上我推荐大家去读一本书这本书叫少有人走的路 他里面就谈到了一见钟情坠落爱河就坠落爱河式的这种感情为什么到后面会遇到问题啊他是这么说的啊当我们和另一个人谈恋爱啊谈恋爱的时候呢坠落爱河幸不幸福非常幸福 因为我们在恋人的眼中是最完美的就是我们也会去理想化我们的恋人我们彼此都进行了理想化甚至有的时候他有一些缺点你都装作看不见你不是真的看不见你是真的看不见你不是热眼看不见你是心灵看不见 因为在青年时期你们去恋爱的时候你会需要一个理想化的课题和你在一起那么这个理想化的课题呢在你们热恋的时候你都会都会做得非常好那坠入爱河此时首先你会有一种感觉叫自我界限暂时性的崩塌什么叫自我界限呢我们说人从小长到大啊婴儿的时候我们人是没有边界感的我们认为自己和世界是合二为一的对吧 妈妈的手就是我的手我一哭全世界都得哭啊是一个混沌的状态但是到了两岁左右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我要那个杯子那个杯子怎么还不爬长腿跑过来从舟子上跑到我手上来啊我用手要够那个洋娃娃那个洋娃怎么离我就三名一元我就够不着啊他渐渐在这种失落的感受当中发现自己和世界是两个部分的是分开的此时他的自我就产生了一个边界感就是边界感里边是说 这个是属于我的部分外面是那个是人家的部分不是我的啊我想要妈妈来那妈妈现在在楼底下他跑过来就得两分钟所以我要去分开但是呢这个拥有自我界限是一个好事啊他就会拥有非常好的自我认识啊可是到恋爱的时候他的这个界限会暂时性的崩塌啊你看很多年轻人恋爱的时候会有一种全能自大的感觉就是 我们以后生活没有问题的以后的前途没有问题的以后我会很好的照顾你的或者以后我们都没有问题的他们那个时候会有万丈雄心万丈雄心的那个感觉也是就是界限感没有了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好像拥有了全部的世界所以很多人写的那个情歌啊歌词啊他说拥有了你便拥有了整个的世界就真的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合二为一的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灵的都会使得他有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我和其他人之间的这条界限没有了那么我的这个恋人他代表了这个世界他是这个世界的代言人我和他之间没有界限这个我恋人眼中是最美好的我我眼中也是最完美的恋人所以我眼中的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然后我恋人眼中最美好的我就代表着这个世界都认为我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会非常的幸福但是恋爱关系基本上一年半两年就跟那个婴儿的那个 生命周期很相向一年半两年我们的这个全能自大感慢慢会消失两个人会有什么你就会发现你想要对方现在啊来理解你对方就不能理解你就好像当年你够那个玩具够不着一样你为什么不理解我把你的理解拿过来还有就是你为什么不来接我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不不不爱慰我为什么你不等等我啊那么所有的这个东西我们发现外界我们要不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界限出现了彼此都会有那么界限出现了就是什么比如说夫妻的啊或者叫恋人的啊这个差异出现了矛盾出现了冲突出现了分歧出现了对吗但其实此时才是什么呢此时才是我们对于我们内心里面的爱的能力的一个修炼 原先的那个制度爱和是什么那个谁都能爱那个就是生物本能的一种爱啊那是比较简单的那个不是要有爱的能力的那是就是一个爱的内容的 我们是内在的我们的生理激素的一个趋势我们是一个很本然的一个内在动力那是去爱的那到后面我们如果去面对于面对于分歧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谈恋爱谈得很好我们要决定在哪个城市生活决定怎么办婚礼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去面对冲突就不接受对方和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男性他就会说我要决定就好了你不用管你就等着什么什么就好了那女性得不到尊重他们俩的世界 那女性的世界里面是男性照着女性的就是男性的世界足够大把女性的世界吞掉了女性的声音都不允许提你不用有什么想法我爱你我非常爱你你就来都行了我会给你最好的你什么都不用想了那女性没有意志她就像是一个宠物一样等待着爱所以呢这种爱她不是好的爱她不是好的爱 那如果这个女性说我不想要那样我不想去草地我不想去那个酒店里结婚我想在草地上我们做一个草地上的这个花园式的这样的一个婚礼然后男性就说那个不好那个怎么样你不用想那女性会感觉到很痛苦因为她发现她的声音被淹没掉了她没有自我她没有意志她不能决定在她自己的婚礼上她没有任何的发言权那她提出了不满这个男性能不能接受这个不满 她认为这个不满是女性多事还是这是他们之间关系进一步上升的一个契机这就很重要了实际上面对差异就是你和我是不同的面对于分歧冲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跨越的跨越一个台阶的这种爱的一个挑战一个修炼那个修炼那么真爱就是什么呢其实这里面迷恋就是坠入爱和事的在那个少有人走的路那个里面他谈到的非常好 我建议大家去读这一段就是这个坠入爱和的那么他谈到的这个真爱就是我们关照双方心灵成长而去建立的这种亲密关系这就是一种真爱就是我关照你的需要你也需要提出你的意见呀你也需要被尊重啊有的家庭是女性做主男的就没话说男的非常被动就周末要去哪玩我想去哪玩男的就没有提然后出门去逛商场去哪个餐厅吃 吃饭都是女性做主那男性久而久之他他他的世界他的人就不见了啊他的人就不见了那这个也是非常压抑的非常压抑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啊真爱和迷恋的区别啊真爱里面他是关注人的心灵的需要关注彼此的心灵的需要也关注彼此心灵的成长并且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彼此有很多的了解 有很多亲密的支持啊这样的一份爱嗯这样的一份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位男士啊25岁啊大学助教嗯他说我近来常感觉到心情忧郁兴趣减少自信心不足睡眠不好整个情绪比以前低落很多啊就是有抑郁的状态了咨询师呃就问他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吗 啊他说我小时候在农村上学读中学时才离开家乡家中有兄妹四人我排行老三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嗯妈妈偏爱我所以供我读书只有我才念完了大学啊爸爸很严厉经常打孩子妈妈比较好温和没有文化父母关系比较好兄妹关系也比较融洽我小时候比较老实不爱多说话可能和父亲严严格的管教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大致推断哈这个孩子其实他是比较多的得到了家庭的照料的是吧只有他读完了大学啊妈妈对他也是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去在这里面去感受一下他是得到偏爱的他是就是家庭里面可能会相对来讲以他为其中一个中心的那么这个会也也会影响他以后和其他人相处关系比如说他的女朋友不再以他为中心 这和他的原始感受是矛盾的是吧以前妈妈都是以他为中心的那现在女朋友不再以他为中心他就会很不舒服啊不接受啊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第二父亲是严格管教的是经常打孩子的那么我们在权威被毆打的这种状态下又会产生一个自我很渺小的就是自我压抑的啊自我压抑的这个部分他说他小的时候比较老实不爱多说话啊那我们可以推断 他可能就不怎么就会去表达需要啊不怎么去表达比如说和爸爸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告诉他我的看法我考试的感受我的决定什么的他就不敢去表达那这也会影响他和另一半的沟通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沟通那咨询学问他大学生活怎么样他说很顺利但我总觉得不如别人有些自卑胆小啊有些自卑胆小和男性朋友来往还可以 很少和女性来往也想过恋爱的事恋爱的事你愿意谈谈吗恋爱的事从去年开始和原来中学的一位女同学开始通信建立了关系对方是中学教员性格很要强脾气不好不是我想交往的那种女性你看这个女性不是他喜欢的那种女性但是他为什么要跟别人交往可以看出这个男性他是压抑自我需求的他可能觉得我不好我配不上更好的 那机缘巧合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哎我们开始联系了那我们就开始建立了关系所以他没有那种大胆追求自己想要的这种心理能力对不对他是压抑自我需求的他是压抑自我需求的嗯当然最初是我提出的当时看到他很漂亮能吸引我啊哦最初是这个这个是哪个部分啊 是前面的那个迷恋的部分对不对是那个啊就是激情驱使的那个部分后来越谈越觉得说不到一起去谈话的兴趣很难一致这个就是亲密感很难建立啊甚至放假回家住了一段时间接触时间长觉得难以忍受一回家想起来都心烦后悔不应该跟他交往那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激情这个生理的这个部分过去了之后那个亲密感建立不起来所以他不敢和他建立长久的 承诺吗很想分手吗是吧很后悔当时建立了关系吗建立了关系啊咨询是说嗯嗯咨询是进行了一个正常化人人都会感觉人人遇到这方面的问题都会感觉到很伤神啊很困惑求助者就说是啊我几次想断绝关系却又觉得可惜可惜什么也说不清有可能是可惜的是就是啊因为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啊那么他会觉得舍去了这样的一个部分 他对于激情的这个部分他也觉得很遗憾但是机密感又建立不起来啊咨询是就和他谈了三方面啊和他谈了这个方面想帮这位来访者去看到他的更完整的需求然后来访者就说嗯他说啊我爸我爸爸是很严厉的也很凶所以呢我就从小就非常讨厌那种很厉害的人我喜欢我妈妈那种温和一点的人可是我女朋友 我脾气就不好我就挺怕他的就是我很害怕我女朋友的那种脾气很厉害啊很凶的那种感觉跟我爸一样以后我要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会觉得很恐惧嗯很恐惧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啊这个这个男性他去确认自己对于爱情追求里面的那个完整整合的那个需求的部分就是啊我能不能和别人建立亲密感 我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既建立激情又建立亲密感的人然后来啊我们来建立一个婚姻的承诺啊一起要在一起生活的承诺不一定是婚姻的承诺那所以这个案例呢就比较典型啊比较典型可是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来帮助这个来访者这个来访者有一点就是其实当女朋友很凶的时候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一定是一个你高我低的一个啊 啊你凶我弱的啊你强我弱的关系你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啊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一开始你的脾气是不好的我的脾气是更温和的但是比如说这个女性说啊你怎么又迟到了真是讨厌那这个男孩子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啊就是我我迟到了一两分钟啊确实我该抱歉一下但是呢你的但是你这个话有点 有点就是有点太吓到我了我觉得好像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其实作为一个有真实的啊心灵能量的一个人面对于别人很凶的这个反应也是很重要的不是说啊他凶就是他错了对吧以后大家看到夫妻关系也好恋人关系也好谁凶谁脾气不好就不要说啊是他一个人的错其实夫妻之间呢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男性面对于这个女性的脾气很不好很凶然后这个女性男性自己是有点自卑和胆小的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呃在就如果说在恋人里面这个女孩子要去做咨询那女孩子可能也有他的情绪表达的问题那这个男孩子他来到这儿其实他也有自我想要突破的这种表达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他敢不敢表达自己能不能表达自己 他和这个女孩子去逛街去吃饭能不能他自己选个餐厅能不能他决定他们究竟是早上九点见面还是九点半见面能不能决定他们在性生活的时候男性也提出一点自己的性的需求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探探索的不仅仅是他我要不要跟他分手的问题大家不要只是看到要不要分手我要不要选他的问题啊大家一看就会觉得那这个女孩子这么厉害就不要选他了是吧你不要只被激情所驱使 你还要看到你能不能跟他建立亲密关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分不分手的问题其实来方者来到这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自我成长那这个男孩子需要的成长就是我离开了这位女性我希望我在下一段关系里面也是可以自如的去表达去提出我的需求同时去和对方建立一个很和平等的关系的我是否有这个能力 当别人凶我的时候我是否可以回应出一个很自然的情绪的反应就是你这么大声音干嘛吓死我了小点声音呗或者是对方已经辱骂你了已经辱骂你你这个男人就不像个男人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就可以非常义正言辞的去就表达我们的这个情绪反应就是你这个话真的说的太过分了我们可以就是谈事但是你不要去说这样的话那我们是可以表达我们的愤怒的我们我们是可以 真实的表达我们的情绪反应的就是这个女这个男孩子他的情绪就有点像压在底边没出来出不来啊出来嗯那么他他的情绪是要往外多出来一点点的这是他的一个成长的方向好不好这个案例告诉我们首先好爱情的三元素我们在这看到亲密和激情这两个部分其实他不一定是要呃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那当然这个案例他遇到的啊问题 就是我被激情吸引但是我们无法建立亲密感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还要看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呃看到来访者不是他的现实决定的问题而是他的心理成长的问题看到他心理能量的问题看到他的人格的问题对不对啊他的人格是抑制的对吧是那个弱的啊是不敢没有活力的没有出来的第三是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 还有看到其实呃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孩父亲和母亲的那个父亲很强母亲比较温和那么父母亲的关系会不会影响这个男孩子对于自己的那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想象或者一个暗示嗯影响他的恐惧啊就是就是他担心他会很像父母当中的那个弱势的那个母亲啊 啊那么他如何看待父亲和母亲之间的互动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嗯好那么这个案例呢我们就分析到这儿 那第一单元对于恋爱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啊后面的章节是对于婚姻对于家庭的咨询